习近平抵达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拜登重申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携手应对气候危机 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中美如何增进合作共识 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10月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 CPI年内第二次同比负增长 房地产市场仍处转型调整中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 市场需求持续恢复态势下 该如何冲刺年末收官站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各位好 我是何杰 我是金家瑞 欢迎收看 北京时间11月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 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同时出席亚太金河组织 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抵达美国旧金山 习近平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时 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 财政部长耶伦等美方代表热情迎接 习近平习近平乘坐的车队离开机场 前往下榻饭店 许多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代表 等候在沿途街道 威武中美两国国旗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热烈欢迎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乡 进入中美观察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受到了华人华侨 和美国民众的共同欢迎 中美民众表达对中美关系回稳 携手和平发展的期盼 习近平主席乘坐的车队经过时 欢迎人群中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 今天早晨我们南亚洲很多侨胞 四点钟甚至更早就起来 乘大巴来军阴山 华人华家都很期盼 我们真是很希望很期待 两国开始有破冰的情形 因为和平是我们最重要的 而在APEC会场外 美国民众也期待中美间沟通 与和平的种子能开花结果 我认为这个安全是永恤的答案 欺败根终不一定答案 现在非常好的 现在它不是这样做的 与中国和中国主席 所以我认为这个集会 将更加安全 美国人爱 level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6年再次访美 也是去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以来 两国元首再次举行线下会晤 那么此次元首会晤都有哪些看点 我们来看一看东方卫视记者王涛峰 稍早先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随着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会议逐渐进入重要阶段 那么从今天开始便来到了最繁忙的时刻 因为成千上万的与会者 包括企业高管外国政要正涌向旧金山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当地时间14号也分别抵达旧金山 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办城市 旧金山自从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这里签署以来 还没有举办过像这次召开的 如此规模的庞大的这个世界席的领导人的会议 这次会议全球都把目光聚焦在了拜登与习近平的会面上 根据媒体的消息说 两位领导人会面的地点将会是位于 圣马特奥县的费罗利庄园 那么这是坐落在湾区中半岛的一座乡间别墅 包括豪华别墅和复古欧式花园的两部分组成 那么这里被评为了加州历史地标和美国国家历史名胜 一些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也表示说 今年6月份以来啊 从民间到官方 中美之间不同层级多领域的交流处于是加速恢复之中 也为跌至低谷的双边关系带来了这个缓和的窗口期 还有一些专家他们认为说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啊 并准备与拜登见面凸显出了中国外交的主动性 而这一主动性将对美国乃至世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此次中美旧金山会晤将谈些什么 预计会取得怎样的成果呢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会晤最大的亮点 是向后疫情时代的事件传递出稳定的预期 对于中美元首会晤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11月14号表示 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方向性问题 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 而拜登政府高层官员则称 美方在会晤议程上将关注加沙 台湾和俄罗斯问题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 美国想要恢复中美间军事沟通渠道 拜登将在与习近平会晤期间 寻求在军事关系上的推进 当地时间14号 在谈及对本次元首会晤的目标时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尽管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不乏分歧 但中美必须再次走上正常轨道 这些话题要来连线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一伟 王所长你好 你好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 美方对会晤主要的期待是想重启 或者至少说是部分重启军事对话的渠道 在您看来这个愿望有望达成吗 同时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 您觉得还有哪些可以期待 而要达成这些成果又取决于哪些关键的因素呢 首先这次的习拜会是拜登比较着急 原因当然首先是经过八年抗战 从所谓的贸易战 科技战 外交心理战 中国屹立不倒 就像华为一样的不仅没被打垮 还发布了这个MAT60 美方要换种打法了 这传统套路可能不光是特朗普的硬打还是远打 拜登的看起来效果不低 所以他派了纽森作为未来的新生代 来探索一些新的对美的这样一个战略的 助理的方式 所谓的战略竞争 实际上就对中国的战略打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美国暂时度过了所谓的债务危机 关门 那么他现在债务到了31万亿美元之多 明年准办 如果再次政府关门 明年大选 那拜登就比较着急了 发现美国国债还是需要靠中国来去购买的 所以市场上也不能脱离中国 第三个当然就是他现在麻烦多多 从乌克兰危机到现在的中东的危机 都需要美国去所谓的提供安全保护 所以他希望不能在中美之间的军事上 在台海在南海不能再操墙走火 所以他一直致力于跟中国的军方 尤其是中央军委 如果不行跟国防部建立起所谓的热线 管控好这样一些战略的冲突 像基辛格老人家100岁跑到中国来 当时就是要见中国的国王部长 所以现在美方实际上是比较着急的 好 按照您的说法 美方比较着急 不论谁有求于谁 我们想还是要回到外交部的这样一个说法 中美关系要好起来 要稳起来 最大的一条底线就是要相互尊重 我们稍后继续对话 那么今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将于当地时间11月15号召开 对这一次APEC领导人的年度聚首 以及中国在推动亚太 乃至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舆论表达了多重期待 此次APEC会议的主题 是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 目标是建立相互连接 创新和包容的亚太地区 将重点讨论 包括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 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等问题 贸易和经济议题 历来是APEC会议的关注点 与往年不同的是 如今亚太经济合作处于转折点 尤其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 并于去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后 地区合作出现亚太 印太两个路径之争 区域经济一体化 面临挑战 舆论关注 与会各方能否维护亚太合作正确方向 作为东道主的美国 能否从亚太区域合作大局出发 与中国和其他成员进行更多协调 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放大亚太地区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同时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APEC平台 以及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也广受期待 舆论 以1994年 APEC印尼贸物峰会时期的两个轮子 一起转合作模式为例 肯定中国在APEC制定合作框架 确定合作原则时发挥的积极作用 并指出 在APEC平台面临一系列复杂局面的当下 中国的引领和协调作用更显重要 好 我们继续对话 王所长 面对我们刚才短片中所说的 区域经济出现了一定碎片化的倾向 那么要实现本届APEC提出的 相互连接 创新和包容的愿景 需要与会各方达成怎样的共识呢 那么中美这两大经济体 又应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引领作用呢 的确 2014年 APEC北京峰会的时候 中国提出了 FTP 亚太自由贸易区 那么最主要的当然是在中美之间 当时相互投资协定 如果接近完成 中美关系就稳定下来 全球化也是可以继续往前推进 但是非常遗憾 美方认为 它没办法主导的这样一些多边的机构 它就逐步的退出 这些年来要搞所谓的去中国化的 这种全球的供应链 产业链 所以的风险的民意 但是美国这些盟友 半推半就 并不能够真正的跟着美国的这样一些战略 美国实力在增强 但是它控制盟友和控制世界的能力 却是在下降 那么另外美国的市场 也非常希望能够跟中国的进行对接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希望 在APEC多边的这样一些框架下 跟美国寻求这样一个合作 因为中国经济现在也在开始拼了 我们也出台了1万亿设计计划 我们也希望稳定外资 稳定市场预期 我们要提高了生活水平 还是希望跟美国进行合作 我们希望开放包容 好 谢谢王所长 稍后继续 而且就像刚才王所长所说的 中美共识 要重回巴厘岛通往旧金山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一些事情已经在做了 对 就像你说 一些事情已经在做 一些事情还在路上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前夕 中美气候合作传来了新的进展 今天中美两国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合作 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这份声明就指出 中美两国决定启动 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以加速21世纪20年代的具体气候行动 工作组将会聚焦能源转型 甲烷 循环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等合作领域 就控制和减少排放的政策措施和技术 来进行信息交流 分享经验 实施合作 并且也评估联合声明 联合宣言和本次声明的实施情况 工作组是由两国气候变化特使来共同领导 两国相关部委和政府机构的官员 以适当的方式参加其中 今年的7月和11月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 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在北京和加利福尼亚阳光之乡举行会谈 双方一共达成了25项的共识 不仅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经济意后复苏 以及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等 都离不开各国协调合作 作为联合国常设机构之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就旨在促进各国共同应对 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 梦发会议全球化与发展 战略司司长科瑞智 在接受今晚专访的时候就强调 对中美来说 合作是唯一的前进道路 双方要从更具对抗性的关系 转向更具合作性的关系 对于两个国家有什么共同的关系 在此时除了许多关系 有什么关系 是在冲突的冲突 我们有在导致的祸和在冲突的年末 在冲突的年末 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美国,中国和英国 作为大军的角色 在这种角色的角色 所以你会想到这一种地方 在更加监制的角色 以及在购物的销售 因为这个美国市局其实依偿的销售 而 fala这些东西的家里 所以你 konenc大变化吗? 从美国在美国安法华 Engin 我认为大家知道 一共产选择是唯一方向向 你希望从那里可以得到更加深信 我们需要移动的相关关系 到更加加简单的关系 你认为最多的信息 对相关关系的相关关系 我认为了很大关系 政治的投资 发生在选择选择 那些估计有关的影响 是它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意义的意义 我们必须要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 我们需要更多的平台 我们需要更健康的交流 我们需要更健康的金融 我们需要更健康的金融 随后美国和中国的交流 互相关重要的地方 是在这些方面 我们必须要签略 所以它可以降低一些烈烈的烈烈 很快速地移动 如何重要是中国的增长 对于 global economic stagnation? 它是很重要的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型的经济 在世界上 它在过程中的经济货货货货 我们继续来联系王一位所长 对于中美此次气候合作的成果 您怎么看? 另外在当前全球面临 像地缘政治 气候能源等多重危机的情况下 中美合作对整个世界来说 意味着什么? 首先中美两国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 是前两大碳排放这样的大国 它们经济总量和碳排放 占世界上40%以上 所以中美如果不合作 下个礼拜的COP28了 结果变化的谈判 那就没有意义 反过来讲 达成这次的阳光协议 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所以国际社会广受欢迎 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范围的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所以对于维护这个气候变化 一些基本准则 叫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 把发达国家和发出国家 连接在一起 相互的这个在做一些 串导的一些工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设定了这个气候变化 控制的两度 如果更好的话是1.5度 这个目标 需要中美之间的合作 同时呢 中美原来的经贸的压仓石呢 受到了不断的这样一些冲击啊 比如说美国方面的 所谓的碎片化的全球化 如果能够在人工智能 切获变化一些新的领域 寻找到中美之间的合作的韧带 新的韧带 那么中美关系呢 就有原来的一些新的希望 美国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 金融的技术的创新国家 中国是最大的应用市场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还有这种减排的这样一个措施啊 包括啊 我们讲的在甲烷呢 在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供应链呢 包括这个产业运输啊 消费各个模式上啊 全过程的进行这些减排 对于整个人类啊 朝向了一个工业为名 朝向一个我们讲的生态为名啊 这个转型啊 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确定了啊 这个中美之间啊 这个关系呢 不至于太坏 因为他们都生活在一个 同一个地球村里边 同一个地球的家园里边 所以我们还是相信中美之间 应该要抛弃这种 所谓的两国之间的 这样的所谓的纷争 作用人类的福祉 构建全球的地球的生命共同体 好 谢谢王所长 接受我们的采访 提供您的观点 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 稍后回来 今天10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了 国家统计局介绍 10月份多数生产需求指标 同比增速回升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经济运行延续了持续恢复向好的态势 10月工业生产有所加快 归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6% 这一增速好于市场机构 一致预期值0.3个百分点 在三大门内中 以汽车制造 电气机械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2% 连续三个月回升 对全部归上工业增加值贡献率 超过45% 从产品上看 新能源汽车 光伏电池 汽车用力离子动力电池 等主要新能源产品 表现亮眼 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受节假日需求释放挖洞 叠加上年同期的低基数效应 10月消费回升幅度尤为明显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创下今年6月以来最高 显示市场需求正在持续回升 前三季度的这个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是达到了83.2% 那么比上半年呢 是提高了6个百分点 那么这个水平呢 也是明显高于去年前年的水平 进出口方面 10月份 货物进出口总额超3.5万亿元 同比增长0.9% 实现由降转增 投资方面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制造业投资1至10月 同比增长6.2% 增速和1至9月持平 作为反映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指标 10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也就是CPI 由上月同比持平 转为同比下降0.2% 也是年内第二次同比负增长 对此国家统计局今天表示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物价形势判断 有三点必须强调 一是物价结构性特征明显 食品价格降幅扩大 是带动价格水平回落的主要原因 二是核心价格总体稳定 三是影响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趋于改善 因此我国不会出现通货紧缩 经济运行整体上延续的一个持续恢复 向好的这么一个态势 那么从需求变化来看 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都是在持续恢复的 那么从这个货币条件看 广一货币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 市场流动性总体是合理充裕 那么基于这些因素判断 我们认为下阶段价格低位运行的状况 将会逐步的缓解 不会出现通货紧缩 相关的话题 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 张先生好 我们也来讨论一下 这里有一个数据 您看说过去十年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是50%左右 而今年的前三季度 这个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达到了83.2% 拉动GDP增长达到了4.4个百分点 第三季度甚至达到将近95% 您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数据的变化背后折射了什么 这个需求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 就是消费投资和出口 那这三个部分之和它可能会计算一个比重 比如说消费在其中的占比 我们看到这个消费的占比提高的时候 一个方面看到我们扩大消费的成效 还是在不断的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投资和出口 这两个需求 它们这个增速是明显放缓的 投资增速从年初2月份到1到10月份 累计同比增速是持续下降的 而这个投资它的规模比消费要大 另外就是出口现在外部环境比较复杂 出口按照委员口径这个出口增速 今年比去年也是明显下降的 所以总体来看了 我们应该看到需求收缩这个问题 现在还是比较突出的 而且要看到消费进一步增长 它的基础也是需要处理巩固的 这就是必须要在扩大就业 增加居民收入这个方面 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这样的话居民才敢发钱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是需要 进一步行使消费 进一步回暖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 扩大内需这个任务 还是非常繁重的 就像您说的消费回暖拉动内需 这一块已经有了比较好的 这个数字的折射和反应 但是这个趋势 我们仍需要通过努力 持续的加强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房地产的情况 可以说这方面的情况 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 数据也显示 今年的前十个月 房地产开发投资 持续成压 销售也有待走出低谷 国家统计局就说 目前房地产市场 仍然处于转型期的调整当中 1至10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9.3% 降幅比1至9月份 继续扩大0.2个百分点 成为拖累固定资产投资 和民间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销售表现来看 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 也分别下降4.9%和7.8% 伪计值降幅有所扩大 不过 从10月单月来看 销售金额同比降幅 已经连续三个月收窄 国家统计局指出 近期相关部门密集出台 一系列优化调整政策 从10月份当月情况来看 房地产开发投资 商品房销售额等指标 出现了一定的边际改善迹象 从长期看 目前我国人均GDP 刚刚超过1.2万美元 那么城镇化率 也是处于快速提升的 这么一个阶段 还有比较大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应该讲总体上 住房的刚性需求 和改善性的需求 仍然还是比较大的 从未来看 随着各地区各部门 进一步深化落实 房地产的有关政策 随着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 逐步建立 那么将促进 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 和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继续来连线张立群先生 近期各地的政策 还是在加码 很多地方都陆续的出台了一些 政策来刺激房地产市场 比如说像广州 它就发布了叫公积金 认房不认贷的新政 比之前向上海北京推出的 认房不认商贷 那是更进一步 所以想分析 请您做个分析 这对于促进购房需求 它能释放出怎样的作用 我想这些政策 会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但它的效果的显现 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时间 最主要就是 过去我们有一段时间 是以稳房价为调控重点的 围绕这个 对控制买房需求 我们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房地产市场的 需求的收缩 导致房价的这样一个向下的波动 导致这个买落的预期加强 实际上是整个房地产市场 回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要让人们 从这个买落的预期当中 转建出来 我想还要在多个方面的 进一步的做好工作 比如说人们对这个房价 可能下降的担心 比如说人们买房能力的增强 这个和就业 包括和居民收入增长是结合起来的 这些条件我们需要 通过其他方面的工作 来尽快地把它完善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基于整个城镇化 特别基于城镇户籍人口 未来持续较快的增长 那这样一些钢性改善性买房需求 它就会比较持续的释放过来 这个对推动房地产市场整体回暖 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就像您说还要持续的出台一些措施 一些办法 您看今天国家统计局也说 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转型期的调整当中 您也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调整您觉得还要持续多久 房地产的这个市场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来从一种供求状态转到另一种供求状态的 这个过程我想大概是至少在一年以内吧 目前来看了我们各项支持这个 刚性改善性买房需求释放的政策了 已经陆续出台 持续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的观点应该房地产市场 回暖的这个前景是越来越明朗 对 特别是在大城市尤其在一线城市 这个回暖的这个迹象是越来越明显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还要把相关的 支持这个刚性改善性买房需求释放的 这样一些政策进一步的完善 进一步的落实 好谢谢张力勋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 两周四场高密度参加双多边联合演习 加速拉拢东盟国家计划与越南关系升到最高级 瞄准周边国家防务外交同时发力 日本再步什么局 好我们进入全球演 10月10号到20号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美国海军 澳大利亚海空军以及加拿大海空军参与的联合演习 在日本周边举行 《环球时报》援引多家日媒的报道称 此次演习就是针对中国的 日本方面称 此次演习 是自195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 演习以日本和美国的舰艇飞机为主 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以日向号准航母为首的15艘 以及包括P-1反潜巡逻机在内的20架军机 美国海军出动的卡尔文森号航母等